那我們剛剛主題上前面有一套設備 它可以把這個輪圈從軸上面推出來 它什麼東西點 蛤? 它就是把它加熱 加熱之後會有縫隙 然後再用很大的壓力把它推出來 那相對來裝萎區也是 就是用很大的壓力把它點萎區 如果裝...所以它有一個軸頸演磨劑 就是要點磨這個部分 就是它兩個要合在一起 太長的話進不去 太鬆的話你開... 它會脫落 那個什麼鐵軌是什麼? 1067 1067的算法就是 從這個地方 我們鐵軌 鐵軌內圓到內圓 就是差不多相當於這個地方到... 這個部分到另外的部分 標準是1067 所以在算尺寸 對 就是這麼...到那邊的那個... 對 這邊到那邊 對 大致是這邊到那邊 然後 日本當時是都用音質的 所以音質的話 所以只有1067這個尾數在 那如果各位到越南玩到泰國玩 那剛剛有提到那個外交泰國的手車嘛 那泰國的手車它是受法國影響的 那那一區法國的勢力範圍 所以它那邊的軌距它是... 10多地 10000 加上名鬼 就是證10000 比較多 比較多 那所以這是國際上幾個主流的軌距 一個就是 1067 1435 1435是哪個國家 1435是標準國 就是普遍使用的1435 這些都是音質的 然後再來是 俄羅斯的1520 跟那個西班牙... 西班牙刺力範圍的15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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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班牙刺力範圍1668 那如果不合就不能做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外交泰國的手車 它不是直接被火車拉... 它還要把它拉上板 用火車在火車等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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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